大家好 升旗而得道 今天是2022年6月4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說一節軍事新聞 我們早前也跟大家報導過 俄國空軍 一個 軍階最高的人 原來 這是俄軍的前少將 這個俄軍前少將竟然駕駛著一架 就是相當之舊款的俄羅斯 就是戰機 飛到烏克蘭 上空繼續參戰 結果 俄軍的前少將 慘遭烏克蘭擊落 這次 終於發現了原來擊落 俄軍前少將 所坐的飛機 也是刺針導彈 所以這節真的要跟大家認認真真研究一下 刺針導彈有多厲害 這個應該 在有需要的時候就是賣刺針導彈給我們香港 這節就一起研究一下這個就是刺針飛彈 也是 研究一下到底這次俄羅斯發生甚麼事 俄羅斯的空軍 可以說得上是徹底 不是輸在烏克蘭的空軍手上 俄羅斯的空軍 絕大多數 是死在 雷神的刺針 這次這場所謂俄烏戰爭 就是使得全世界 對俄羅斯 重新評估 亦都對 空軍 攻擊地面目標 是否擁有絕對的 這個優勢 這件事 開始出現疑問 我們這節詳細講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 最近多了很多黃標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能夠 真的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我們的Patreon 之所以 訂閱人數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Patreon的系統有北 自動 將我們已經訂閱了的用戶自動彈走了 所以 我們希望大家 誠意邀請大家 繼續訂閱支持 我們也會隨後再將一部份的節目 繼續Patreon 獨家發放 我們 經常都留意到 訂閱Patreon的朋友是真的支持我們 很多時候 他可能只是看YouTube 沒有故意去Patreon 看節目 所以也提醒大家 可以使用Patreon 的話 就可以利用Patreon的播放工具 就可以不需要打開YouTube 當然我們希望大家可以 打開YouTube 因為 免費模式之一就是繼續打開我們的節目 欣賞播放手動點擊 所以 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夠提供方便給大家 另一方面 也很希望訂閱了Patreon的朋友 能夠繼續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你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繼續努力經營 希望終有一天 擺脫YouTube的枷鎖 不過這件事真的是 不容易 所以 真的是 我們要再想辦法 說說發生甚麼事 根據 俄塔社報導 63歲俄軍 空軍前少將 卡納馬特 博塔社夫 在5月22日的時候 執行任務 在烏克蘭的上空出現 他 被證實 被烏克蘭軍隊的刺針導彈 擊中 然後擊落他的戰機 然後身亡 成為這個俄烏戰爭裏面 俄軍 陣亡的人裏面 最高級別的軍官 俄國官方也承認這件事 也是官方公布 在6月2日 就在這位軍官 家鄉 幫他舉辦葬禮 這位 俄軍的前少將 是1959年出生 他也擔任過 航空團的指揮官 而且他的級別相當之高 他的相關級別 是叫做追擊手級別 Sliberkars Pilot 這個級別就好像黃牌機師一樣 黃牌機師 你叫他駕駛著一架 性能不足的戰機 無論多黃牌也沒有用 即是好像神槍手 你跟他說 你是神槍手嗎 厲害啊 好啦 給你手槍吧 你去追擊別人吧 你猜可以嗎 當然是不行 很簡單 黃牌機師 都需要有最強座架 才能夠發揮功效 看高達的朋友也知道 你猜真的是打機閒 你猜真的是看 W高達的男主角 拿一部廢機也這麼好打的 真的是卡通片才行 正常來說 要符合世界的劇情的話 就算男主角多厲害 你拿那部機 也要有差不多性能才行 你猜真的是黃牌駕駛大了嗎 整件事就相當之慘了 俄羅斯 動用的軍機越用越舊 這次擊下來的這架是蘇25 蘇25也相當之舊的 你找一個 黃牌駕駛員 還要是前空軍常將走去開架 就是舊飛機 結果 就是不敵雷神刺針 為甚麼叫雷神刺針 因為 開發刺針導彈的是雷神公司 要訓練一個黃牌飛行員 費用 相當之昂貴 換句話說 不只是沒有一條命那麼簡單 失去了寶貴的機師 失去了 很寶貴的駕駛經驗 而那些駕駛經驗 還沒有教曉其他駕駛員 要訓練到一個 追擊手級別 的飛行員 俄羅斯國防部就說 訓練飛行員要用 10到12年的時間 你可以想像到 訓練那麼久的軍人 花了多少錢 要動用多少資源 才是足夠呢 結果 一顆 刺針導彈 就把它買起了 這次這個事件也正好 就是把這個 接近現代戰爭 的一個 新的角度重新發現了 發現了原來 不是真的擁有飛機無敵了 現在會發現 如果 如果飛機的性能 空中的攻擊能力 還有 射程不足的時候 其實空軍 對著地面部隊 未必真的有很大的優勢 反而在戰場上 無人機的性能 其實沒有可能會及得上戰機 但是 戰機的價值太高 被擊落的時候 戰果實在太強了 所以 剛好 成為了 刺針導彈的獵物 而無人機 廉價的無人機 越是平價的無人機 越不值得 被刺針導彈去打 所以 一場戰爭 除了鬥 最高的科技 最貴的武器 之外 其實有些時候 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大家可能打多幾場 不同的戰爭遊戲 你也會發現 其實是兩種完全不相同的策略 一種策略 是精兵 精英 用最貴的武器 最好的飛行員 例如 就是好像黃牌飛機 黃牌飛行員 例如 握兩架F22出來 這樣 就是最頂尖的科技 最厲害的飛行員 最貴的決鬥 要令對方 追不上你的能力 這個是其中一種戰場上的策略 另一種策略倒過來 叫做鬥便宜 那些東西越便宜 就越好 因為 越便宜就越多 越便宜的成本被擊落的時候就越低 付出的代價越低就越好 最好就是無人機 無人機 被擊落也不會覺得肉痛 蘇聯 即是俄羅斯 你可以見識到 他覺得最不值錢的東西 就是人命 所以 他 就不斷動用大量的俄羅斯士兵 去送死 其實只是一場戰爭 我們已經可以 從戰場上 看到很大的分別 什麼叫做 民主自由的國家 什麼叫做獨裁政府 烏克蘭這一邊很明顯是重視生命的 俄羅斯 一個獨裁者的國家 完全不重視 他們國家人民的性命 但是從這一點你已經可以清楚看到 文明的地方關注人命 所以他們寧願用多些無人的兵器 說不想被你殺那麼多人 你說俄羅斯 是不是沒有能力製造多些無人機呢 不是 但是他覺得 俄羅斯的士兵 這條命也不值錢 是糗菜來的 割了也無所謂 所以 只是從這一方面 你其實已經可以判斷到 你從戰場上 兩個不同的政權的取態 你已經知道 哪邊是邪惡 這件事其實真的很明顯 這節就要講一講刺針導彈 不過剛才說的道理也很重要 戰場上 真的重視生命的地方 真是重視生命的國家 他們就不會願意 動用大量的人去死 他們寧願多些研究 就是那些無人機 無人兵器 令他們 國家自己的人員的傷亡 能減到最低 講開刺針導彈 再講一次 刺針導彈 絕對 不是新型武器 其實已經是一個相當之舊的武器來的 不過 就是越舊的武器 有時候就越好用 他 其實 就真的 八幾年的時候就用到現在 在各大的戰爭 也可以看到 包括 福島戰爭 波斯灣戰爭 車神戰爭 還有 敘利亞內戰 還有到現在 俄烏戰爭 你也看到就是 刺針的身影 刺針的好處不用說了 就是因為夠方便 隨便一個士兵 也可以拿著 躲在樹下 你看不到 飛機走過就給我寫一顆 結果 一個士兵 一枝刺針就可以買起對方 有機會是一架非常昂貴的飛機 戰爭就是這樣啦 拉鋸戰 此消彼長 你 經常出空軍 打算轟炸敵人 轟炸不了 結果 還要讓對方打幾架飛機下來 越來越大損失 損失太大的時候 不想再進攻 所以 再在這次的戰爭裏面 我們再次見識到 就是這個刺針導彈擁有相當之大的戰鬥力 所以有些時候 你說幾新的科技也沒有用 有些時候 最 普通的武器 這個當然也是一個新式武器 但是這個絕對不是最新的武器 一個 好洗好用的武器 比起你說到多貴 多麼新穎的武器來說 也是實用性最高 情況有點像槍王 槍王就是AK-47 其實AK-47有甚麼那麼厲害呢 大家都聽過 他就叫槍王 其實最主要AK-47之所以能夠成為槍王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的零件 容易補充 換句話說 你在戰場上面 撿到一支AK-47的機會 又或者跟他相關的配件 通用的配件的機會 相當之高 所以 這個就是 戰爭的奇怪經濟學 變成了 雙方都有機會 因為他會 撿著一支AK-47使用 因為在戰場上面 容易找到他的零件 容易找到他的子彈 這一節講軍事 暫時跟大家說到這裏